今天是我們七七抗戰開始74年的紀念日 也是我們抗戰勝利66年的紀念日 這段八年抗戰的歷史充滿了血淚充滿了犧牲 但是也充滿了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我們在座的許多人以及我們許多人的父子輩 都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以及這段歷史中的主角 可惜的是八年抗戰的歷史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逐漸的被遺忘了 因此給中共中國大陸一段很好的機會 讓他們用抹煞 用扭曲的手法 想要來將這段中華民國軍民抗戰勝利的果實 就為己有 有一點我要這個要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抗戰是全民的抗戰 這個我們從抗戰的預期是1937以如山會議 這個七七開始到1945年一本投降都是全民的 那時候包括國共都有軍隊 跟受一本銀漢區的 但是那時候是在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領導之下 中共有代表就任來代表到重慶參加這個所謂民族 這個戰戰 這個是但是主要的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軍 領導跟犧牲 這個從歷史跟事實可以證明 但是我們也證明這個是全民的 我們這個被沒有說誰 沒有特別強調誰 這點我希望所有這裡的僑胞 應該有一個硬實 因為現在兩岸希望和平 那麼歷史的只有一個 那麼真相怎麼解讀 希望大家不要兩者事實 會不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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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太多了